拿着锈包擦凉了,里面肉都不好吃了 那我过会给你热一下吧,好不好? 好 大家好,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今天小米酒和爸爸陪我一起去那个做四围的 做了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是不是? 米酒爸爸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把我和小米酒又送回来了 带大家看看这个小宝宝 这个照片拍的还挺清晰的 有没有跟小米酒有点像呢? 这个树枝,其实我也看不懂 我就看见有一个旗带绕紧一圈 我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不懂 谁呀? 那个橘子 橘子啊? 我之前都叫他橘子 我给他骑 骑个啥? 骑个小油米子 哎呦,又给他起个小牛名字 他不是叫西瓜吗? 那我就叫他小喇叭 快起床 妈妈他太懒了 我都叫他小喇叭 对的,今天医生也说他太懒了 他一直趴着 今天我们早上一共是有三个当时做四围的 一次都没过 都是在外面走了走,吃了点东西 然后后面进去我是第一个过的 他们还在那等呢 我们小米酒那时候可勤快了 一直动个不停一次就过了 做四围 是不是? 你是个勤快的宝宝对不对? 是,我叫他主意啥 以前还小米酒的时候他有那个暗示 来看一下好不好,妈妈 你看不懂 嗯,虽然我当时没听懂那个医生的暗示 今天这个做四围的医生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小米酒那个做四围的时候 那个医生说 哎哟,这孩子怎么那么招人嫌弃呀 当时我还觉得这医生说的这傻话呀 后面我才想到 可能是人家说的是女孩吧 暗示了一下 是不是啊? 男孩不暗示啊 男孩就不暗示啊? 是这样吗? 嗯 思维一切正常 这下就放心了 我们过两个星期再去做糖筛 为什么糖筛? 要糖奶啊? 为什么糖奶? 就是看有没有糖尿病啊啥的 没有吧 等到时候检查了才知道呢 早上全都凉了 全都凉了? 要我给你热一下吗? 是 那你放着吧 我给你热一下 不是 我们小米酒又在这里做话呢 今天不在墙上做话了是吧? 画神秘小孩 画的神秘小孩呀 你能不能把头抬起来啊? 怎么不在桌子上画呢? 要趴在这儿? 我不给你看呢 妈妈 我还没画好我都不给你看 哦 今天又是凑合的一天 这个是青菜鸡蛋炒饭 哪个是神秘小孩呀? 这个 哦 我看看 画的怪怪的 画的怪怪的呀 哎呦 画的太棒了 画的怪怪的 这个是你画的 妈妈 我以后当大呢 我要用这个北极画的牌线的树叶跟孟汉整个一样的 好的好的 洗手吃饭啦 今天画的特别棒 还有一个排骨汤 鸡嘴鸡嘴鸡嘴 好香 好香啊 好香就多吃点吧 妈妈 你也多吃点啊 好的 我也多吃点 昨天给他剩的排骨汤 故意给他盛出来的 今天热了一下 妈妈 好香 妈妈 我实际上没有番茄呀 嗯 炒饭还要放番茄啊 那样不好吃吧 太吃了 嗯 好我也吃 我也吃了炒饭 我这个体重我现在是控制不住了 今天去撑了一下 马上就要到达生小米酒的那时候的体重了 这还有几个月要长呢 怎么办呢 这过了个年 又长了好多斤哦 都没有控制饮食 你长到那么高吗 妈妈现在不会长高了 只会长胖 妈妈我期盼我都会 等到灯台那么高 或者等到那个房子那么高 嗯 一共全都能吃 嗯 哇 炒饭都吃这么香 妈你 然后腾肉 会不会是十百六斤 十百六斤 一百六十斤啊 嗯 怕有可能 长那么胖怎么办呀 妈你长胖了 你会变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他变成贝啊 这样好不好看啊 眼睛都睁不开了 那样的妈妈会好看吗 那样也不好看了 哈哈哈哈 我不喜欢那样的 哦 那妈妈以后减肥行不行 好 减的瘦一点好不好 好 行 马上就要遭到嫌弃了 快吃吧 为什么 就要遭到嫌弃了 太胖了你会嫌弃我吗 不会 不会的 快吃 牛饭都难了 哦好 还关心我呢 快吃 哦好好好 行 那我不拍了啊 好 嗯好 你跟大家再见吧 再见 拜拜 小鸡蛋王 我刚才任务发言再见 嗯好 拜拜